卧槽 完了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宝哥 前几天一位兄弟订了台美版的12promise 还加了100要改个双卡 省个八九百挺香的 本来呢 是个好事 但是呢 马有尸体 人有十足 在拆机的时候 师傅不小心把屏幕弄坏了 卧槽 完了 看一下看一下面容 面容还能用不 还有面容是好的 就这几条线 又可以一两千啊 但是听朋友说 拿着烂瓶去官方售后 花一千多就可以换个全新的屏幕出来 我们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老板这种线屏的话可以卖多少钱 这种一般都是 都是这里的线路是摔摔出问题了啊 就这个排线坏了是吧 对对对 这边的排线对 一百分之这里连接的线路跟玻璃之间 这种消不了了啊 秋毫都是这种报废的 报废的几百块钱大概是几百块钱 就指个500块钱左右吧 我们把这个线屏卖掉 触摸是没有问题 再花200多拿个烂屏幕 然后把听录装上去 把屏幕装好 这样他就可以弹窗跳的弹窗 拿着这台机器去市场看一下 老板这种可以换新的屏幕是吧 可以啊 换个全新的 然后再贴膜的 再全新的就全新的 原装的 对对对对对 我这是售后客服啊 售后的客服多少钱 呃 1785 现在打六折价格下价格是17851785是吧 对对对 放完之后是没有弹窗的吧 绝对没有弹窗 就原产什么都有 对对对 今天可以拿吧 嗯 没那么快 那个五三七三呢 没那么快 没那么快 对 明天才能拿 经过这么一波操作 就要我们算一下 损失了多少 哎 还是这么多 不过相比这个价 已经省了有1000块了 哈哈哈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咯